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5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黄茂三,谢谢,菲徐谢谢,富士尔拜德勒的三,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今天宣称 俄罗斯在不量斯克坠落的战斗机和直升机 是被俄罗斯自己的防空系统击落的 伊格纳特还强调,俄罗斯空天军的损失不是四架 而是二架固定翼战斗机和三架直升机,共五架军机被击落 不过呢,也有朋友认为,是波兰援助的米格29欧发射的短程空空导弹击落的 应该承认,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 乌军之所以不愿意贪天之贡,主要原因是因为战斗发射在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人不承认,俄罗斯人也不想过分轩然此事 毕竟俄罗斯空天军还是要面子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呢,俄罗斯民众很想知道三架直升机 一架苏34和一架苏35战斗机在同一天被击落是怎么回事 普里格尖说,别问我,我不知道 他说,现在我来回答你们有关四架军机坠毁的问题 按照媒体的报道,他们在布良斯克附近坠毁 看看他们坠毁的地点,考虑一下乌克兰怎么来击落我们的飞机 四架军机,这可是处于不同地点的集体目标 如果你把他们坠落的地点连起来,画一个圆圈 可看到这个圆圈的直径约为40公里 也就是说,圆圈的半径是20公里 你们现在上网看看,这个圈的中心可以放置什么样的防空武器 然后构建你自己的版本 他说,别问我,我可不知道,我们还在占领巴赫木特 普里格金曾经想过跟乌军做生意 出卖俄军的情报以换取巴赫木特 最近以来,俄罗斯社会各阵营之间的内讧是愈演愈烈 早已不是一句互相推诿,相互指责所能涵盖的 美国日前泄露的机密完键情报 瓦格纳匪首普里格金今年曾向乌克兰提议 他愿意把俄军的据点位置告诉乌军,让乌军加以摧毁 条件是乌军撤离瓦格纳九宫不下的小县城巴赫木特 以此创造瓦格纳雇佣兵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表象 根据《华盛顿邮报》14日报道 美国空军国民兵特希拉自去年10月起将数百份机密文件上传到网络 其中一份文件披露,普里格金在战争期间 一直和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的联络人员保持密切通讯 除了电话外,还曾经在非洲某国与乌克兰情报总局官员面对面密谈 普里格金今年1月下旬意识到瓦格纳雇佣兵士气低落 一些雇佣兵抗命拒绝在抛火猛烈之下被调派前往巴赫木特 明显是队伍不好带了 于是他就向乌克兰军队情报人员透露 俄罗斯正规军也正为了弹药供应而苦恼 他甚至建议乌克兰军队趁机继续攻击克里米亚边境 他还主动提出,如果乌克兰军队愿意撤出巴赫木特 他愿意提供俄罗斯正规军部队位置 让乌克兰军队突袭这些俄军部队 外泄机密文件没有明确记载 普里格金愿意泄露哪些俄军部队位置 不过两名乌克兰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证实 普里格金多次和乌克兰军情局交谈 并且不止一次提出和巴赫木特相关的交换条件 但是都被拒绝 原因是乌克兰方面无法信任普里格金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 不仅乌克兰 美国也不信任普里格金 如果这条消息是真的 普里格金可真为是为了钱 连他老妈都能出弯的主 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之后 普里格金在社交媒体上 语代讽刺的表示 没错 我可以证明这份情报都是真的 我们对外国情报单位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而且布达诺夫和我现在人都还在非洲呢 言外之意就是我不在乎 并认为美国人的情报事实 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报道中有关的出卖俄军的部分 其他外系的美国机密文件也提到 普里格金和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伊古等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其他阶级较低的俄罗斯国防部官员夹在中间 彼此一人到底该如何应对普里格金对俄军的批评 以及争取更多物资的要求 显然他们也清楚 普里格金的抱怨不是无中生有 然而真正奇怪的问题是 号称战斗民族的世界大佬 而现在不但打仗拉垮 还出现了雇佣军这样的怪胎 还在军队和社会的层面出现了如此严重的人山附体现象 这真的是一个配得上实现大俄罗斯复兴梦想的国家吗 俄罗斯打着消灭乌南的旗号进军乌克兰 可自己却每天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狂轰烂战 每天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倾斜炮弹 西方国家翻番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 德国军事工业龙头企业莱茵金属公司 更将在乌克兰合资舰厂生产坦克进行技术转移 此举意味着德国将协助乌克兰建立符合北约规格的陆军和自卫国防工业 根据中央社报道 德国最大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证实 已经与国营的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签约成立合资企业 短期内负责维修 中长期在乌克兰市场生产并进行全面性的技术转移 执行长派佩格预计每年可生产400辆坦克 这让乌克兰中长期有能力自卫 莱茵金属尚未决定未来在乌克兰生产哪些武器 新一代的黑豹主战坦克、杀猫步兵战车都是可能的选项 雷烟金属制造的豹尸坦克是欧洲最受欢迎的主力坦克 号称欧洲坦克 补给和维修相对容易 适合乌克兰战场使用 北约盟国已经承诺运交给乌克兰军队上百辆豹射和数十辆豹尔 协助乌克兰夺回失去的领土 德国决定将坦克和步战车等重型装甲车的制造技术转移给乌克兰 意味着德国将为欧洲的防卫担负起更多责任 在未来几年协助乌克兰减少对西方军火的依赖 建立符合北约规格的陆军和自主国防工业 至于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价值27亿欧元的军火一脉相承 即欧洲事务欧洲人自我决定 俄罗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先一盘散射的欧洲在其向乌克兰建军后 现在却异常团结 克里姆联工也没有想到 原先已经挠死的北约 却在乌克兰遭受冰灾后越发的北阔 现在乌克兰又拿到了18个国家的同意 其加入北约的前景越发光明 俄罗斯这下正可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又狠又疼啊 日前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称 乌克兰军队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并表示从广义上讲 收复巴赫木特不过是法工的开胃菜而已 后续的法工才是俄军真正的地狱传送蛮 波多利亚克说 乌克兰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这并不意味着巴赫木特明天就会被收复 但激烈的战斗将继续 俄罗斯的作战能力将继续减弱 当谈到大法工核实开始时 波多利亚克解释说 反攻不是今天开始到明天结束的一次性事件 而是许多行动数十甚至数百次的行动 其中一些已经在进行中 他说对俄罗斯后勤的袭击破坏了俄罗斯军队的能力 在断炼此刻部分地区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局部进展 他说我相信我们将看到灾难性的事件降临到俄罗斯军队身上 他将被迫迅速撤出备战领土 他说相信这个春夏会很热 宽扰欧洲和德国这么久的强大俄罗斯军队的神话 终于被打破了 此前乌克兰政府相关人士宣称战争会在今年结束 就目前的局势看 无论大法工是否实现这样的效果 乌克兰及伙伴国家都已经做好了战争长期化的准备 强国网络里依然有很多的军萌播主 整天编造无军已经遭到重大削弱 日损过前无力反击的消息 一些俄罗斯孝子贤孙们则一口咬定他们的俄祖有核弹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但要我们说 俄罗斯的失败是注定的 他们开战三天之内没有击溃乌克兰 就已经永久失去了成功的最后一丝希望 无论克里米亚历史上属于谁 无论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有多么的亲密 这都不是俄军实陆突进乌克兰的理由和借口 有一种道义观是不以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为转移的 那就是反对战争 俄罗斯本可以用各种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 寻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可一旦他们实陆突进造成乌克兰平民死亡 而同流离失所城市沦为废墟 则其大意已失必然遭致最后的失败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